真的是吓死人了 有一名台湾男子 企图从泰国走私六具婴儿尸体来台湾 一次要拿来做法养小鬼 也被警方给逮捕 最新情况再给记者游文琪 好的主播 泰国警方是逮捕了一名台湾籍的男子 他企图呢 从泰国走私六具的婴儿尸体到台湾来 拿来做法养小鬼 那么根据了解呢 这名州系男子 他是躲在背包客经常投诉的烤山路 附近家旅馆 警方总共是起出了 起出了六具的婴儿尸 并且呢 这个年龄大约都在两个月到七个月大 有些都还需用金箔包裹 那么警方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查出婴儿尸的来源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自然死亡 但是呢 根据了解 这名台湾籍的男子 他是以六具总价约20万元泰铢 大约折合呢 是新台币18.9万元 向另外一名泰国当地的台湾男子买进 那么呢 他打算在网络上面兜售 据说渴望以六倍的价格在台湾卖出 总价值呢 约114万元台币 那么泰国 他到目前为止都一直是全球盛行巫术咒语的地区之一 那么他会取用这个幼童的尸体 还有尸油来施行这个养小鬼的法术 据说呢 使用的阴尸材料 越是死于非命 法力就会越强 但是专家就提醒了 养小鬼这个做法呢 根本就是道听途说 要民众不要相信 那么最后呢 这名周姓男子是依照泰国的法律 他如果遭到定罪的话 只会面临一年的刑期 还有不到2000元台币的罚金 但需要这桩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交易 还是引起大家的关注 以上目前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好 台湾人在泰国被逮 因为他偷了六具婴儿尸体 疑似要养小鬼 用百万价格恋财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